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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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這次的項目動用了超過二十位同學去進行郵件的創作 每一名同學都花了一些時間 畫了超過一百個不同海handed街的產品、工具及物件的插圖 而一開始聽到全班這麼多同學一起做的時候 都很擔心會不會在Graphic Style 或者那樣東西的顏色方面會夾不到 但最後在同學和老師帶領之下 出來的效果是很漂亮的 我們作為資專設計學英的老師 我們就透過在這兩三個星期的指導 帶領他們一步一步去完成了不同種類的印刷品 當中包括除了大家看到的旗本之外 還有一些我們手上看到的紀念品 一些T-shirt 一些貼紙 口罩 甚至乎是我們上環海味街的壁畫 其實都是同學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 和一些微調 最後得出我們這麼精美的食品 而我們同學在創作這些插畫過程中 他們都需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當中包括他們去研究海味街的歷史 他們的一些產品的外形 他們的物品的形態 顏色 以至是他們的不同產品種類的故事 而當中他們都需要透過分析 將這些設計元素融入去他們的冊圖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張這麼豐富的冊圖裡面 其實每一顆的冊圖都有很多不同的 他們的風格和他們個人的特色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次的作品 都可以幫我們就讀這些印刷媒體 以及設計的同學 其實是帶到他們去認識更多印刷的技術 以及一些平衍設計的技巧 希望他們將來都可以透過這次的活動 將這個經驗帶到他們 到他們的所有的工作 學業 甚至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這個棋盤和這個棋子 原本的構思是我們其他一份功課裡面的一個攬法 然後老師就覺得構思很好 就運用在這個海味雞的項目裡面 這次棋盤的這個設計 它主要的特色就是加入了海味 然後米韓和藥材譜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圖上面 其實是根據海味街這個範圍的地形去做設計 這個棋盤它的結構上面 它的接疊方式都是很特別的 就是由我們同學很努力去構思 怎樣可以省位一點 同學剛才說的設計 就是摺疊式的一個設計 那個也是他們改了很多次 而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棋子沒有人有一副的 棋子是按下去就會扁平 然後玩的時候就可以穿起 也可以省位 所以在設計上 同學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改變功夫 以及一些結構的研究 這個棋子的組成是我做的 我的插畫主要是通過托印的方式 印出來的就有些紋理 其中有一個是魷魚的棋子 就是用回我自己的圖案 因為棋子有四顆的 小顆的顏色都要不同 那就轉了一些顏色 就跟現實中的有些不同 在這個海尾整這個棋子的過程 我們去認識到更多 關於這一邊的海尾街的文化和歷史 都會對這一邊的東西有更多的認識 正如剛才同學說的 我們是很多人跟我一起做的 一起畫畫的 每個人的風格都不同 他們就可以很好地融合這些畫 做出來的效果都不同 都挺不錯的 這次的設計除了一些欄杆的擺位之外 這是我的第一次嘗試 裡面都有融合到一些海尾街的元素 因為對我來說很新的認識 海尾街以前就是知道買海尾 但不知道原來是米巷、中藥那些都有 這個設計就是融合了這麼多的元素 除了食材還有他們的用具 也是很值得去保留的一個位 就是我的設計理念 這次同學的作品 除了在街上的擺設之外 還有兩幅大型的壁畫在上面 在創作過程裡面 壁畫都希望做到一個 跟街上的群眾的一些互動方法 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很歡迎大家去到街上 尋找我們設計的宗織 我是負責這次珍藏味道壁畫的 一個補製的同學 這次補製的部分 我們由一位老師 帶領我們兩位同學進行 當中就是一個 我們第一幅畫 就是一個三個碼頭營養 裡面有一個孤賴口風雲的波紋 也是在烈日的曝光之下進行 這幅畫可以呈現以前香港 在開發的時候 他們在進行一箱的活動 當中的工人口 搬用了貨物的情況 就重現當時期的一個場景 讓我們看到的 另外一個就是 製造了一個藥材購 上面是藥櫃 上面的藥櫃 又主持了不同的藥材 亦都是可以給我們看回 現在上環許美街裡面的一些賣 就是呈現現在賣藥的情況 一些許美的情況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陳皮 又或者是一些紅棗 又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藥材 在這兩幅畫裡面 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去做一些交易走走 因為我們都很難 我們沒試過這麼認真 去畫中 買一些藥材 或者一些海鮮 那樣的東西 我們三位要配合 三個不同的一個畫風 還有一個配置 最後還有一個整盒的部分 還有它就是因為藥材的部分 它們的線條都是很不同的 例如有些陳皮 那它是有 在一些地方 有些人是用條狀來賣 有些人是一個很漂亮的十字形 有些人是分開這麼一塊塊的賣 那他們要做很多的招手 又或者做很多很不同的情況 他們在一個嘗試 才能畫到現在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 這個畫水比較困難的部分 那也都很感謝給我們參與到這個活動 那也都很感激的展覽 那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的設計 謝謝大家